大家好 我现在我在车上还有12个小来狗 三个大的 自己在这个车上确实没有能力 就是要养15条狗 实在没办法 昨天只送了一个给那个好心阿姨 最近吧 有不少粉丝就是推荐我 让我送到养全兄妹那里去 其实我以前也关注过她的视频 感觉还行吧 但是没有实际的 就是看一下就是 她的场地是怎么样的 就是她的为人怎么样 这个在视频上看的跟实际的 它不一定一样 所以说我想了一下吧 因为她那里离这里不是很远 200多公里 我就准备开车过去跑一趟吧 为了这些狗狗去看一下 如果说合适的话 我就准备把这些小来狗 送一点给她吧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养全兄妹的这个基地了 我也得先看一下环境啊 看一下这个狗狗 她接受了 她是放哪儿 如果看到满意 再放她这里吧 我先看一下啊 看见了个沙漠音 哎呀就想起了我的百度了 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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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行了行了 哇塞 看一下他们这个熏狗场特别大 非常宽 专门在熏狗的 就是你现在这个困难 我看到确实很难 我能帮多少 帮多少 它这里是很大的一个冷库 专门就是纯这些肉给狗狗们吃的 所以说给他们我还是挺放心的 你这个有空调在里面就比较暖和一点 对空调 没空调不行啊 叫里面太暖了 要不然 然后我今天来你这里嘛参观了一下 还是我也去看了别的好多基地啊 总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放心 来看到你这吧 比较让我满意的 我交给你的话 我说实话我也挺放心的 因为我以前我就关注你 我关注你两年多了 所以一直看你熏狗那些都弄的特别好 你这里环境也特别好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你尽量来养着他们 完了就是说能给他找到一个特别爱他的主人的话 你就帮忙给送出去 但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条件 就是不要免费送 就让他交点押金啊 或者就是让他给点据月费用啥的 对 也不要让他拿去繁殖 因为这个生小狗 因为这个流浪狗 咱们这个社会真的 他会越来越多 最好是给他做据月的话 就大家都省点事吧 其实这狗狗真的 就可怜他 你看繁殖那么多 我这个一下给我生八只 一下给我生五只 把我搞得真的 哎呀彻底崩溃了 将来小黄小黑的绝育的事呢 你也要继承日程 嗯行行 这个我会注意 如果我养着他的话 我好好看住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嗯 然后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就是在我特别危难 特别不住的时候 完了愿意就是出手相助 所以说非常感谢 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 做这一类好事的人 都有个好的结果 有人帮过我 现在呢 我把这个事呢 传承到你身上 希望将来的你呢 也帮不别 我要酒了 给你们找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家啊 以后 去新主人那里 一定要听新主人的话 知道没有 好再见 再见 我走了 再见 再见啊 我走了 走了 再见 好好乖乖乖的啊 我要走了 再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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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 特别感谢你 就是我那八个狗狗 就托付给你了 你替我照顾好他们 完了 就是后续的 所有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好嘞 那再见 我也准备走了 好 你都保重 好 再见 好嘞 送给他们八个 我手里只剩四个小来狗了 加上小黄小黑保镖 也还有七个 真的 压力是减轻了一点的 但是 真的 我也是没有别的选择了 要是有个带院子 在房子上的 那我也不 把他们都送出去 真的 这种不舍 亲眼看着他们出生 又把他们带大 心里还是很难受 说不出来的 这种难受 现在给他找了 这么一个好的去处的话 也希望大家就是放心吧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养全胸胃 看看后续狗狗妹的日常 哎呀 我还是挺难受的 我不想说别的 希望狗狗妹都健健康康的成长吧